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去年台灣疫情很嚴重 然後我就感受到 那種台灣瀰漫著一股無助的感覺 然後我就很希望能夠給大家力量 就當你要做的事情不是為了自己的時候 那個力量就會很強 就是我在邀請我認為最適合給大家力量 有影響力的人 然後我又覺得他其實有那塊心願意做的人 其實不多 所以我就是第一天我就想到這幾個作者 這本書裡面有劉璇 然後有江振誠 然後奧丁丁的創辦人 Darren Wong 然後還有Janet here 劉璇我會想要找他 是因為他在心理學裡面 大家都很相信跟很覺得說Harvard 他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太多人特別是男性 跟特別是學歷高的人 他們非常習慣只相信science 只相信fact 所以他的改變跟他講西藏神史書 真的是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點 是沒有人可以replace他的 然後看到Darren的成功 你會知道說你不需要 不需要砍了別人的頭才能夠立自己 這不一定是真正的商業模式 然後你會看到如果你是一個匠人 你是一個必須要在你的這個career裡面 做十幾二十年才能成功的 你有Andre這樣子的一個人 他15歲自己一個人去法國 他的故事很容易找 可是他內心的那幾個principles 只有在這本書有 最後Janet就是我的女神 然後我覺得她真的是很願意分享 然後她的書真的很動容 很真實就像她一樣 我們人生都會碰到的內心的徬徨 無助的時候 那一些困難 或甚至人家說黑暗面 是怎麼跟自己聊的 我覺得那個是每個人生的critical moment 當大家都覺得很無助徬徨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藉由他們的人生故事 然後把他們內心的對話挖出來 然後大家聽到的時候 就會說 欸 可能我也可以用他那一段 重新去跟自己 用一個更好的quality的對話品質 然後接著為自己做出更好的決定 求學的過程中 我就知道我不喜歡工作 對 就是用時間換金錢的這件事 是我一直都在避免的 這個金錢的束縛就這樣一直綁著我 綁到30出頭吧 我以前我記得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的人生目標就是我要 每一個月賺3萬5美金 然後還是要躺著的 就是全部靠租金 全部靠所謂被動收入 對 所以 後來也非常接近其實 所以我就在這個10年的一個社會期待下 然後我做到了社會期待下 我能夠做了 就賺很多錢這樣 那你在涉略社會久一點 就會又會發現說 你就會發現說 有錢的人好像就有光環 有地位的人好像他就可以怎麼樣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我的眼裡我都覺得 不是很舒服 不是很公平 你就會覺得說 為何會因為這樣子的價值觀 去改變你對待一個人 所以我才知道說 其實錢不是我該追尋的 真正的不快樂 我覺得有很大的原因是 沒有把自己搞清楚 就沒有清楚的知道自己要什麼 我覺得人生有時候會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你很容易被外界 我們因為我們身體是五感 五個感官 我們一醒來眼睛一張開 就馬上第一個念頭就是今天要忙什麼 然後外面的天氣 你的眼睛你的耳朵 你的身邊環境的一切都在給我們很多資訊 所以當眼睛張開我們會反映外在的所有資訊 這是人 人的構造就是這樣 那當我們沒有想清楚 我為什麼今天要去上班 我為什麼要跟這個人在一起 我為什麼要應付父母對我的要求 我做的所有的一切 當這些行為沒有和你自己最需要的點有契合的時候 你當然會很空虛 所以人生怎麼回事呢 人生就是在這個有限的時間搞清楚自己是誰 透過跟別人的互動 透過你每一次的傷痛 透過你每一次有情緒反應的時候 不管是快樂還是哭泣 這些都能夠反映出你是誰 你在乎的是什麼 你要的是什麼 我掌握人生還是人生發生在我身上 就是你的內在力量的一個指標 你的內在力量很強 你會認為你掌控人生 你讓人生發生 你顯化你想要的人生 其實這本書的每一個文字都充滿著期待 充滿著力量 慢慢地讀每一個文字 其實你一定能夠感受到很多力量 在每一個文字裡面 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真正感受到 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 他就這樣教我 只會知道 你能夠感受到很多人 照顧照 你也想把部群似的 你真的想要這一個文字 你也想要不得